我们先确定关系可以吗 我还不想 小风哥 倩倩 别去理他 跟我走 站住 你说走就走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你小子很牛逼是吧 滚 以后离田蒙芹远点 走吧 倩倩 小风哥 你不会有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那个张凯薇是有名的混混 我怕她报复你 没什么 别担心 为你打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小风哥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 放心 回家吧 那我回家了 这个张凯薇 似乎在社会上也有些交情了 要是珍重几个人来找麻烦的话 估计少不了艾顿毒的 不过算了 人人也就过去了 我和倩倩青梅竹马 艾顿胆又如何 可不是艾顿的 那么简单的 谁 人呢 喂 在上面呢 你 你是什么人 这都看不出来 我是月子 我还求比特呢 有何鬼干啊 哈哈哈哈 没啥大事 就是来告诉你啊 你明天呢 会被他们打死 哦 然后呢 你是来帮我的吗 有什么避灾的法宝吗 小神仙 这你都知道 我还真有个大宝贝要送你 我去还真有啊 我操 你是月老还是老宝啊 哎 给你这人 可不是跟你在开玩笑 你可知道 你九世为人 前八世 都是保持楚男生而亡的吧 如果你明天再被打死的话 就是九世楚男而亡了 我给你小卡片 绝对不是假广告啊 你明天才会死 今晚还有时间 机会难得 哪个电话 破了这九世童子身吧 九世楚男又怎么样 先不论你是真是假 我可不是那么随便的 哎 我主管人间姻缘 可这小子 已经八世楚男了 如果他再出门生而死 只怕 我鲜味不保啊 无论如何 他明天不保死 哎 没办法了 能 算是便宜你了 那 这桃花宝典 就送给你吧 桃花宝典 为上等仙家秘境 世间所有技能 尽收其中 你现在是他的拥有者 去完成他提供的各种任务 获取 获取桃花点 早日报得美人归 切记 如果失败了 将永世不得为人 那小神仙消失之前 好像是这么说的 听起来像个江湖骗子 可手机里突然出现的爱不 难道是那道金光 哎 这特效也不像是张研发呀 难不成真如他所说 这是新家宝物 任务提示 干什么呢 完成为奖励五个桃花点 任务内容是 看清楚天空间 看清楚天空间 你的颜色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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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不得不试一试了 任务内容是 看清楚天空间 看清楚天空间 你 这颜色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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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不得不试一试了 呵呵呵 呵呵 嗯 啊 小枫哥 有 嗯 那个 我能先进来吗 呵呵 啊 好 啊 小枫哥 来 坐这里吧 啊 不用了 嗯 你坐那吧 我坐床上就可以了 嗯 都是任务必要做的 陈姐你可不要怪我啊 啊 小枫哥 有什么事吗 中学以后 你都不怎么来找我的 嗯 嗯 没什么 就是有点睡不着而已 想找人说说话 嗯 你还有作业的话 就先坐吧 我在这坐会儿就行 啊 好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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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去啦 啊 你慢死我的 千千千 我就先走了 不打扰你了 要走了吗 你不是睡不着吗 我可以陪你的 不用了 我感觉 我好像能睡得着了 真是我也太伤身体了 也不知道任务有没有完整 居然真的有了五个桃花点 切记 如果失败 将勇士不得为人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你明明听不出来 真的 如果这桃花宝典也是真的的话 就代表我可以利用现在的五个桃花点 来度过难关 五个桃花点 能学习到的明天有用的武艺 就是天山 脑子里的确有了相关知识 但是我的身体并没有感觉有什么变化 这就算学会了吗 如果明天这个铁路山真有描述那样的效果 那我的人生将注定不再频繁了吧 好期待明天啊 因为明天开始 就换夏季之福了 女生的夏季之福 东海哥 学校放学了 那小子马上出来 请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来了 倩倩 我跟你讲啊 昨天我突然练回了铁布山 铁布山懂不懂 东哥 就是右边那个男的 我来教训教训他 喂 小子 兄弟 不错呀 挨了我一拳不倒 你可以跟我混了 以后谁找你麻烦 直接把我李东海的名号 不好意思 你 还不配 好小子 我要命了是吧 敬酒不吃吃滑酒 小邦哥 不会吧 我倒要看看 是谁再也怕不起来 你小子很耐揍是吧 我他妈倒要看看 你小子有多大能耐 小邦哥快躲开 去死吧 打完了 是不是 该人 我他妈倒要看看 你小子有多大能耐 小邦哥快躲开 去死吧 打完了 是不是 该人到我了 小邸不知老大神过后期 冲撞了老大 希望老大饶我这次啊 日后为老大按牵马后 绝不怠慢 求饶命啊 算了 饶着他 或许也有用 那你要记得你说过的话啊 以后没准 还真有要你给我办的事啊 好的老大 有用得到我的 尽管找我啊 小弟绝不推辞 东哥 你 你什么你啊 你还得差点害死老子知道吗 美的 我也不知道那小子突然这么厉害啊 铁布衫 还是 童子宫 看他皮肤也不黑啊 应该是童子宫吧 零风 有意思 小风哥 嗯 我再问你一次啊 你 真的没受伤吗 没有啊 怎么了 可是连砖头都打断了 你的头 没事吗 真的没事了 可能 那砖本来就是断的 这是 什么感觉 嗯 你明明没看手机 我就确实感受到了 有任务出发了 话说回来 白衣诚 白衣诚来了 快快看 哇 真漂亮啊 又是能当我的女朋友 你小子做梦了 谁配得上她呀 嗯 还真是 宜辰落雁呢 那不就是 小花吗 真漂亮啊 看这边了 嗯 陈同学 那就是零风 屁灵蠢样 就凭那种厚色 会童子宫 哦 给小花写情书 还能有童话典 真是笑话 别看了小风哥 马上要上课了 哎 对啊 差点忘了 倩倩 倩倩 小风哥真是的 干嘛呢 叫你几声都没反应 啊 没事啊 就是发呆 嗯 小风哥找我有事吗 嗯 是是这样了 我给白衣诚写了封情书 想让你帮我转交给他 那 我 我能看看吗 嗯 想看就看呗 正好可以给点建议 咳咳 白衣诚 你美貌与智慧并存 气质超凡脱俗 是青岚中学传闻中 三大笑话之手 而我 则是名副其实的差等生 可是三十年何东 三十年何西 谁能保证 之后 我就不能成为你迷恋的存在 呵 嗯 也有这么好笑吗 嗯 挺好的 那我放学就帮你拿给他 哼 那就交给你了 嗯 请问 你是白衣诚吗 嗯 我有点事找你 小凤哥 嗯 小凤哥 我来了 嗯 这么急干嘛 我又不会走掉 那 不能 让 小凤哥 多等 我的情书送到了吗 嗯 现在他应该在看了吧 呵呵 任务完成 又有两个讨话店了 心松 嘿嘿 嗯 那我们回家吧 又有两个讨话店了 心松 嘿嘿 嗯 那我们回家吧 好 凌峰 你到底是真的有自信 还是单纯就是个傻瓜 证明给我看看 郡少 又有人给白衣诚写情书了 啊 是凌峰写的 白衣诚收到的情书少说也有上百封了 他从来都不看直接扔掉的 可这次是个例外 这次不但看了还笑了呢 事出反常 我怕 哎 好的 情书我拿到了 这就给您送过来 嘿嘿 凌峰 这次你小子的好日子是真的到头了 又是他 搞什么鬼啊 白衣诚是我们女神 神神不可兴奋 怎么样 宜辰 我这里有两张刚上映的电影票 一起去吧 没兴趣 告辞了 你想干嘛 圣人 为什么 从入学我就在追你 现在都要毕业了 为什么不接受我 论家事 长相 成绩 我都是最好的 这一点你不清楚吗 可那些东西 无关 凌峰 你写的情书我看了 我愿意给你个机会 一起去看场电影吧 放学后 在公园门口等我 啊 好的 公园见 记得识多识多自己 别拉拉塌塌地来见我 你就叫凌峰是吧 白衣诚很明显是把你当挡箭牌的 劝你不要自以为是的 跑去赴约啊 哎 可是 笑花要求 没有不去的理由啊 建议你小子有点自知之明啊 谢谢关心 我会收拾收拾再去的 那 祝你好运 彼此彼此 张凯威 什么事 俊少 那个女孩是谁 啊 她叫田梦倩 据我所知 是林峰的青梅竹马和邻居 两人关系非常要好 上学放学都走一起的 我之前被林峰打 就是因为追求田梦倩 俊少 你该不会 之前只关注着白衣诚 居然没发现还有这样的女孩 正好 林峰 我会让你明白妨碍我的下场 不错不错 迟到迟到还错乎 嘿嘿 铁顿 怎么可能会来呢 我在想什么啊 真是 真伤人啊 小花小姐 什么情况 林峰是吧 快上车 你是 白衣诚 衣诚暂时有事来不了 我是她姐姐 请带你去电影院 等到事情解决了 我自己过来 呃 这 快点 默默唧唧的 我上走了啊 哎 好的 真是 好可怕 你怎么会练童子弓的 啊 童子弓 什么童子弓 没什么好掩饰的 为了保护怡尘 我在你们学校做访安 以前天打架我都看见 我们白家也是修武世家 看得出来 你练过童子弓 啊 这个嘛 不 不太方便告诉你 过去 童子弓 修武世家 这是什么武侠动画吗 难道我接触到了 什么普通人不知道的秘密 我也没想过你会告诉我 不过从你姓灵来看 我也不是猜不到你的背景 你们林家一直都久去 深山修行 总不入室 想来 也是有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缘由 才会下山吧 哎 这你老武会大了呀 啊 什么林家 深山修行 我们家可是标准的 无产阶级啊 哪有什么修武背景 可我又不能实话实说 好玩宝典谁信啊 哎 不过说 我也不是从自控 这铁布山啊 看到 等等 新任务 亲吻 超梦 喂喂 玩笑开的有点太过了吧 这可不是用意外 就能忽悠过去的呀 我最不擅长这种 强气大姐姐了 他之前不是说 他们家是 修武世家 要是轻易下手 鬼飞宰子 带来 啊 啊 啊 到了啊 我马上下车 谢谢你了 回去的路上 小心点啊 啊 终于轻松了 再在车上 待着感觉 都要担命七年 啊 喂 为什么你会跟过来啊 你在说什么呢 怎么可能让你和宜臣 单独相处 你该不会真以为 宜臣会和你约会吧 宜臣来之前 你先去把票买了吧 三张 呃 三张票 不要爆米花 不要饮料 一共159块 为什么和笑话看电影 要带个大电灯泡啊 还有我出电影票 好贵啊 我一个月才250的零花钱 哎 三张票买好了 白依辰 你来了 从时斗了 还是一零傻样 啊 先忍着吧 毕竟有事拜托他 电影要开场了 我们先进去吧 啊 好 好的 电影要开场了 我们先进去吧 呃 看电影不是主要的目的 嗯 喂 别这么说嘛 这可是我的零花钱啊 开门见身好了 我希望你能够做宜臣的护卫 哎 接下来有一段时间我要出去办事 没办法保护他 既然你是零家的人 应该有相当的实力 所以我希望你能在这段时间内保护他 当然 不会白干 我们会支付相应的报酬 嗯 你们是惹上什么麻烦了吗 上学还需要人保护 你们不是修武士家吗 自保的能力都没有 派个高手保护总行吧 你就说行不行吧 本来我就不想请你 你还耍起大牌了 呃 要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去保护别人 这心里总有点 我真不是什么临家的人 救过一个铁布衫 当什么保镖 就这样淡定的拒绝好了 啊 余辰 快走 可就想走了 那 事情不是没谈妥吗 要留在这里别走了吧 啊 叛天叛地 终于见到真人了 来家大小姐们 啊 什么情况 拍电影啊 可 这人身上的杀气可不是开玩笑的 可之前的混合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倪辰 落雁 血舞 清晨 果然是名不虚纯 要让我杀了你们还真是下不去手 那不如这样吧 只要你们做我的女人 我就不取你们性命 无耻之徒 使行妄想 我也没打算征求你们的意见 伙计们 当手 被小子可以杀了 让为大小姐抓活的 哈哈哈哈 无风 请你保护好一辰 哎 东东 我其实只会 拜托了 面对这些人 我可能 没有余力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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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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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在搞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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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要遇上这种事啊 你送了 你该不会 出了童子宫什么都不会吧 还是那种半吊子的童子宫 还有时间去问骗 大忆了 他和刚才的杂鱼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啊 一辰 大忆了 他和刚才的杂鱼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啊 一辰 给我离一辰远点 去死 姐姐 你没事吧 一辰 快 他 我不要 不妙啊 那个杀手一脚下去 还需要我就伤得这么重 这样下去会死掉的 不能让他死掉 这我是唯一的 不完成就不会有信任我 他死了 宝典就等于是废了 不错 不错 我带来这几个人都让你杀了 看来只能亲自来搞定你们了 啊 老大请先别动手 我有两句话想说 你有什么遗言吗 啊 不不不不不 只是个小小的建议了 我想请你给我五分钟 我会负责说服他们做你的女人的 啊 作为条件 请老大放我一条生路 好小子 这么不做错的好久没见他了 好啊 你要是能说服他们 我就不会杀你 那么好的女人 杀了也的确可惜 好的好的好的 呃 请让我在这个隔间里 跟他们聊几分钟 嗯 别耍花样 吓死我了 没什么好说的 你觉得我们会同意吗 做梦 等下我去缠住那家伙 你趁机逃吧 一定要逃出去 为我报仇 姐姐 两位先等等 呃 事情还没到那一步 你们可以不用死 也可以不用现身 什么意思 你弱成这样 能有什么办法 我有没有办法 这个不好说 但是 你 肯定是没有办法的 难道说 你真的有办法脱困 有什么办法 快说 办法是有 但是 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呃 呃 嗯 求记者是 买玄虎 让我 请问一下你 啊 你说什么 啊 哎 我真是完全看走了眼 却不相信你这种人 有能力去保护怡辰 我现在就看了你那 又来思考的下本事 哎哎哎 别急别急 先好好听我说 反正你们现在走投无路 不如在我身上赌一把 这样至少还有机会 不然 你们不死 也要沦为婉拒 只有五分钟 时间不多了 我给你三秒考虑 一 你们走投无路 什么意思 他自己不包括在内吗 难道说 他真的还有什么底牌 二 三 我擦 怎么不上钩啊 不要死啊 好吧 我说 可以 让你亲一下 我擦 怎么不上钩啊 不要死啊 好吧 我说 可以 让你亲一下 姐姐 你真的相信这混蛋能有什么手段 没看到他之前的狼狈样吗 的确不怎么相信 但是只要能够救下你 哪怕再小的机会 我也要争取 你可是我们白家的希望 哼 我说啊 现在不是犹犹豫豫的时候 我知道 时间不多了 对 听话少说 来吧 没想到他必须的事 挺可爱的 我这算不算成人之威啊 虽然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底牌 但是希望你能说的做的 保护遗产 来 来吧 好 那 我来了 嗯 快气嘛 我还是出位 就便宜你小子了 他 今天就算死了也值了 你放心 我答应的事一定会办到 我会救你们的 千万百学武的任务已经完成 应该有十个桃花点了 你现有的桃花点 等学到的进攻武学 就是解杀掌 求你这招会会的 时间到了 大小姐们 读堂好了 读堂好了 每一个人出来的意思是 交涉失败了 但是 我 会保护他们 你被老子使劲 刷老子是吗 好硬 这小子会硬气功 怎么 你还想动手 笑话 这点外行三脚猫的功夫 也想生到我 哦 那就试试看 什么 这是铁沙场 不过 你应该也听不见了 解决了 出来了 这 无痴 你竟然能打 之前为什么不打 一早就打算占便宜是吗 直到如今 我知道你们也不会听我的辩解 但我有我的苦衷 够了 够了 什么苦衷能让你占个便宜的功力大着 真是无耻 不想听你在这儿胡扯 你可以走了 哦 够了 什么苦衷能让你占个便宜的功力大着 真是无耻 不想听你在这儿胡扯 你可以走了 哦 好的 记住 留你一命 是因为你还有点用 但今天的欺辱 总有一天 要你拿命来还 小风哥 你怎么了 嗯 什么怎么了 早上见到的时候就很在意了 你的发型 哎 发型 这个 索网自己弄的 感觉 很奇怪吗 挺好的 很适合你 我也这么觉得 对了 我昨天还去电影院来着 电影票巨贵 有新任务 又是白雪舞 任务内容是 看清白雪舞的那一款式 难道 它在旁边了 在哪儿了 难道是刚才 哎 小风哥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但是你在发抖哎 冷吗 嗨 这没什么 我们 走吧 嗯 好 好的 虽然上次亲了他一下 不过我救了他们 也算是两轻了 这次要是贸然做任务 一定会被宰的 嗯 嗯 谁上课给我发短信啊 放学后 去宝贸 去宝贝创 这是他吗 很明显是他 我可 他怎么搞到我的号码呢 这是红门燕吗 还是说找我真有什么事 不管怎么说 他主动联系我 就是个完成任务的机会 不能放过 去去 倩倩 嗯 那个 放学后我要去保卫处一趟 你要不先回去 保卫处 为什么 哎 之前打架好像被保安看到了 应该 是IP吧 如果要不了多久的话 我等你一起回家 如果要不了多久的话 我等你一起回家吧 嗯 不 不用了吧 那好吧 你就在散门口的那棵大榕树下等我行吗 好 嗯 先进来吧 把门带上 坐吧 喝茶吗 要喝我给你倒 我们直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 你这么亲切 怪不自在的 你不会是要现在杀我吧 那倒不会 找你也不为别的 我之前也提过一次这事 就是请你做宜臣的护卫 YES 这一次的任务有限 嗯 怎么说呢 我是可以答应你 但是有个条件 条件 嗯 再让你轻薄一下吗 嗯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是让我看看你今天穿的什么内衣就行 看内衣 清了之后居然只是看 以你来说 胆子倒是小了不少 啊 事到如今 我也不在乎你怎么看待我的为人 我只是单纯的想和你做个交易 啊 真搞不懂你是怎么想的 行吗 亲吻都亲过了 现在再让你看看也不会怎么样 诶 真的吗 别急 你先把窗帘拉上 诶 没问题 搞快点搞快点 好了 快脱吧 现在还等着我呢 嘴上这样说 心里其实就是想赶快看的 真能撞 怎么样 满意了吗 嗯 看不清什么样式 哎 全部脱下来吧 别挡着 是真懂 被这种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的眼神看着 哎 反正是我更不好意思了 哎 好了 我看完了 你可以穿上衣服了 哦 我多看会儿吗 可以了 快穿吧 看也看了 希望你能履行自己的诺言 如果怡尘在学校出了事 你不但要死 你们邻家也不会好过 还有问题吗 呃 没 没有 那还不滚 还有问题吗 呃 没 没有 那还不滚 果然乘人之味还是良心不安啊 我以后还是别接近她了 她是个大美女没错 但要是触发什么下线任务 只怕是没命完成啊 嘿嘿嘿 相比之下 倩倩就可爱多了 小猫子 温柔体贴善解人意 倩倩现在一定还在榕树下等我吧 我得快点 不能让她等太久 倩倩 久等了 这 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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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等我吗 这不可能啊 谁可是 没错 是倩倩今天用的发带 发带不可能这么散在地上察觉不到 肯定是出事了 先报警吧 报警是没用的 什么人 滚出来 老大 别激动 是我呀 还记得我吗 我是李东海 是你啊 报警没用是什么意思 发生了什么事 倩倩在哪儿 老大 老大别急啊 是绑架 老大你女朋友被绑架了 谁干的 快说 老大别激动 先放手好吗 我受着伤呢 是 是王俊干的 王俊 那家伙 王俊是市公安局长王振军的儿子 报警反而会打草惊蛇 原来如此 确实不该报警 不过 你又是怎么知道是王俊干的 又凭什么告诉我们 老师回答我 否则 这个 说来话长 老大 你知道天狼帮吗 听过 是本地的黑帮吧 他们跟正事有关系 黑道能够在本地发展起来 和白道的放纵总是离不开的 天狼帮也是如此 天狼帮老大段天狼和王振军私交甚广 一些法律不好处理的事情 都会背地里交给天狼帮 我本是天狼帮的底层小卒 王俊作为王振军的儿子 在帮内也有话语权 经常让我做一些事情 这次他让我绑架老大的女朋友 我甚至老大厉害没有答应 结果 裸得这副样子 还被逐出了帮派 其他人接手了这件事 我一路跟了过来 只为了能告诉老大 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 马上带我去 当然知道 就在天河祖玉城 那是天狼帮开的 参与绑架的人也在那里当班 我这就带您去 我这就带您去 车都备好了 老大 请 准备周全到了这种城 其实你一早就想借我之手 进行报复了吧 嘿嘿嘿嘿 还是瞒不过老大 我为天狼帮 卖命那么久 王俊一句话就把我搞成这样 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呢 你要搞垮他们 老大 你有把握吗 现在的五油铁骨山放射 铁沙场进攻 死亡足够 可力量和速度明显不足 小舅倩倩也不是特别有把握 但我自己是不足这两下 然而别说兼顾力量速度 仅仅是力量武学所需的点数 都高得下人 怎么办 这个是 小牛包肉供 可以分层血 这样即是点数少 也不是问题了 今天总白选五难 正好得到五点 刚好够第一层一牛之力 太好了 老大 老大 您看手机发呆是有什么事吗 没事 怎么了 当然没问题 只是我们到了 就是这里吗 看起来不像是祖鱼城 倒是有些像大酒店 你确定 这里是天狼帮的 我能骗老大吗 就是这儿 我以前也在这里干过 那你知不知道王俊三 肯定在306号房 那是王俊专用的 好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醒了呀 醒了呀 在那抖什么呀 你做好准备了吗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很期待哦 小枫哥 救我 小枫哥 小枫哥 你还指望着他救你呀 先不管他会不会知道你在这里 外面都是我的人 他就算知道了 也会被看你 你就安心在这里 走我女人吧 不 不要过来 嘿嘿嘿嘿嘿 你越反抗 我越兴奋 啊 你放开 啊 饶了我吧 求你了 求你不要这样子 我们不是同学吗 为什么要这样啊 你住手啊 都做到这步了 你说这些还有用吗 接着叫 看看有谁会来救你 小枫哥 都做到这步了 你说这些还有用吗 接着叫 看看有谁会来救你 小枫哥 啊 看 办正事呢 什么情况 我 蕾沫 怎么可能 抱歉 郡少 弟兄们尽力了 只是这家伙像怪物一样 根本拦不住 小风哥 小风哥 救我 如果你只是想保护我接近白衣尘 这事倒是简单了 可你他妈居然敢碰倩倩 说 想怎么死 绝对不会让你如愿 小风哥 来人 来人哪 给我弄死他 如果你想叫人的话 还是不要白费力强 因为我已经把外面的人全部搞定了 现在这个会所 就只有你能动了 大梅 在那之前也肯定要弄死你 什么 你要杀我 蠢为受死吧 不要过来 不要靠近我 是这只手 是这只手吧 天哪 我的手 那么 接下 要弄断哪里 怎么 要说一言了 我这只手 我这只手 我这只手的代价 是很昂贵的 对我做出这种事 我会让你们全家都死无葬身之地 等死吧 哈哈哈哈 什么 居然跳了 是何 大意了 你想到他居然有勇气跳龙 这下麻烦大了 小风格 你真的来了 我一直相信小风格会来救我的 你真的来了 我好高兴 真是太好了 小风格 我真的好害怕呀 我好怕小风格找不到我 已经没事了 倩倩 抱歉 我来得这么晚 让你一个人是我的错 对不起 我发誓 从今以后 再也不会让你遇到这么危险的事情了 小风格会一直陪着你的 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放心吧 不过这次让王军那家伙给跑掉了 下次再想抓他 就麻烦了 以防万一 我们得先离开这里 小 小风格 我动不了了 腿一直发抖 对不起 真那你没办法 走吧 里面闹这么大动静 不知道那小子能不能搞定 这么久都没出来 搞不好是被弄死在里面了 也对 天狼帮人多势众 那小子再扭也是双拳难低四手 开车吧 老大回来了 我就说你能行的吗 少废话 我去 这小子这么牛逼啊 这下找到靠山了 小嫂子 直接回家吧 小嫂子 我的确大你们几岁 不过既然你是老大的女朋友 我叫一声小嫂子是应该的 希望你不要介意啊 不要误会 我们还不是那种关系 小风格说的没错 明白明白 真是年轻啊 都做好了 那就走喽 好了老大 那我就先走了 有事打电话 随叫随到 好 这次谢谢你了 客气了大哥 有事就找我 好了 都过去了 回家吧千千 有什么事 直接叫我就行 我也是随叫随到的哟 嗯 好 王军的报复 肯定是无法避免的了 不管是他那局长老爸 还是天狼帮 都很麻烦 不能坐以待毙了 等他们出手都完了 甚至可能连累到家人 不能让姐姐和家人受到伤害了 小风格 小风格现在方便吗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我想 我想 那个 小风格今天能过来陪我睡吗 你说什么呢 不要讲这么奇怪的话 会被神河打死